HELLO 大家好 有隻4KB的WD HDC 在面前 還沒開袋 那我先開袋 那呢 這麼小的HDDC 打算用來做什麼呢 那就 用來 Backup我某些 NASI上面的 Share Folder 那就 因為 我之前買那隻8KB之後 都沒 賣過東西的 還有我都沒想 是不是買回Amazon 或者Google Ankerpise 那些卡 因為都不便宜 特別是Amazon Amazon S3 出名 是貴的 那就沒辦法 那就 WD DGB的Beta Store 來 那就 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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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是3.5吋的HDDC來的 那我就 那我就 要插火牛 那好 在之前 換了一隻8KB之後呢 那 我舊的兩隻 我舊的兩隻 我舊的 兩隻 兩隻NAS 那 都去了日後 有一隻 我給了兩隻 那 就有個USB 3.0插口 那 那 就有隻火牛 那 就 其實有兩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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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轉球 會呢 插到我隻NAS 那 然後呢 就 那 嘗試試做 HIP 後 去 下 下 後 那 它 插口 3.0 有一個 源頭 那 它就是 火牛筋 就是 這個 那 它 然後就... Output應該是... 好小的,看不到,完全看到 那拍一拍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 好啦,我轉球就會插到我的最後一點 然後呢... 再給大家看一下,怎樣設定這個Hyperback 那好啦,我就... 這裡插了Dixie 那就... 不知道拍不拍到後面 那有火牛在這裡 那就應該有兩個USB扣子 那...在鏡頭... 近... 看上去低一點那個就有新插的 那另外,MyB本場那個呢 就是現在插著這隻 那那隻我就插入了一個Schedule 那我開了一個新 那就... 上次去再插入多個Schedule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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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呢... 那... 我就設定了新重印證 所以你看到會是在入了一個密碼之後 還要再等多個... 6 Beat 的... Pathcode 的 那進到來之後呢 那... 很簡潔的 那... 那... 我看有什麼壓力啊... 那... 那... 看到之前的Hyperback Up就... Successful 啦 那些Alert 啊 等等 見到 其實 見到 右上角的 USB 那個位置 load 到 那就入力一下 見不見到 Share Drive 啦 見到USB Share 2 那又開了File Explorer 那 看看裡面沒有東西啦 那就... 咦... 咦... 那然後呢 我就開了那個 左上角的把運 那個Hyper Backup 啦 那就... 見到 會在 最後 那項 第二個 icon 啦 那就開了 開了出來 見到 第一個 之前我設定的Schedule 啦 那 現在就選第二個啦 那 選Local 那個啦 And then 再按List 啦 然後來這裡就選擇 USB Share 2 那個Folder 那 下面的名字 你自己決定的 沒所謂的 那 按List 啦 然後就選擇 李卡的 即那個Source 那個 你想 呃 哪個Folder 啦 我選擇了Words 那個啦 那...And then 這裡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選 可以這樣按List 啦 這個 那...就... 改名啦 那我改回做Words 啦 就這樣 那下面的Schedule 就自己選擇時間啦 那我選了Daly 啦 就...就不想撞些時間 就選了... 半夜12點半啦 那下面呢 Werify 呢 我就選了明天2日的8點才做啦 那就按List 啦 那你...List 之前呢 就... 我...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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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選了一個Password Encryption啦 那這個Daly 卡有Password Encryption啦 那這個Daly 卡有Password Encryption啦 要... 呃... 比如你拿到Jadishy 或者是插了在那些電話裡 那要打回這個密碼 你才可以...呃... 呃... 做... recover 那會問你是不是YES啦 那我答對YES啦 然後還有一個Backup Key 會給你之後 那這裡我Enable 那個... 呃... Smart 呃... 那就可以... 留回256個版本啦 那這裡問你是不是Backup Now 我就要按YESD啦 那他Backup 的時候呢 就要會... 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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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要等啦 那... 就... 都... 等了好一陣啦 那... 就... 我... 就... 等到它動的時候呢 就應該開回那個... File Edge Browler 就看一下... 實際我要Backup那個... Folder有多大啦 那其實我這個4KB都很問題 其實我不會Backup到很多次的而已 不過我就都純粹示範一次給大家看一下啦 那些東西 那我開始動了 那...大家會見到會走百幾什麼...一秒的 那... USB 3.0 不是HardDisk來講 都算是... 可以接手啦 可以接手啦 那... 大家要留意一下呢... 呃... 左下角呢 在那個Bowser那裡呢 看到它的Backup Key 那大家就要保留好它啦 如果不見了... 你又不記得密碼呢 就神仙都救你不到的 那... 我... 我... 開回... 做那個File Edge Browler啦 那我就... 那我就... 選回Rex的Folder 這個卡有幾... 大... 大小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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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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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那... 意思... 那... 那... 由於... 其實這裏也有很久等的 那我就不會等到整個過程做完的 那大家看到我這裏爆發了一陣子 還未去到1% 那都知道有很久做了 那我這條影片應該就先拍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按LIKE 如果有什麼意見就留言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